迷你世界中的比比东 他非常的高冷 他手拿法杖 并且他法杖的上方 有一颗紫色金石 那么他真实的身份 究竟是什么 有很多小伙伴说 他是一个女法师 错 其实他真实的身份 是死神 你们知道吗 众所周知 比比东非常高冷 如果你也喜欢比比东 请点一个赞 官方大大在比比东的 简介上写道 对于一个强者 如果不能让他臣服 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他闭嘴 但是并没有写 他真实的身份 究竟是什么 并且我和学姐 研究后发现 比比东 他手拿一个镰刀 并且这个镰刀 居然是黑色的 和他游戏中拿的法杖 完全不一致 并且我和学姐 还发现 比比东 他居然还可以附体在 花小楼的身上 你手机表情包中的 第一个就是此时 花小楼的心情 小伙伴们 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这足以证明 比比东 他非常强大 并且今天 我和学姐 又有了新的发现 我们发现在迷你世界中 有一把镰刀 和比比东的镰刀 完全一致 他的名字叫做死神镰刀 并且我们发现 这把死神镰刀 已经被比比东 拿在了自己的手中 所以这就足以证明 比比东的真实身份 其实并不是法师 而是一个死神 你们知道了吗